小調節大和諧 各位好 這裡是河南廣播電視臺公共頻道 為您帶來的百姓調節 我是主持人王萌 今天在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來討論節目的是 情感嘉賓吳瑤瑤老師 吳老師你好 王萌你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吳老師做客演播室 那在看節目之前啊 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迎新年 祝團圓 百姓調節欄目 找到你 公益尋人重磅回歸 如果您心中還有一個想見卻一直沒有見到的人 可以撥打熱線電話 037165605388 我們將為您找到您日夜思念的他 好 來看今天要聊到的第一個事情啊 開封的牛泉發被確診為癌症晚期 生命垂危的他 心裡還有一個二十多年都沒有完成的心願 患重病 生命垂危 他最大的心願究竟是什麼 哎呀 我不願意來 我都不來 我都不能想不來 多方尋找 困難重重 唯一的線索能否帶來轉機 人家 孩子已經有兩個小孩了 害怕營養他 他體力也可過可大的顧慮 苦口婆心 耐心勸說 當事人能否放下多年積怨 牙裡一把門到現在 以前沒有講過 要一次啊 說你多 沒有把握離本來 百姓條姐 最後的心願 即將為您講述 雲雪奇 二十多年沒見面 好想你 爸 这是你想说的话是这 这是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写信的人就是这位坐在病床上的男子 牛泉发 今年58岁 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 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一封信呢 那为什么有二十多年没有见他呢 都是男的 他就不让他去照 谁不让你 你前妻吗 据了解 在二十多年前 女儿七岁的时候 牛泉发有一种种原因 与前妻离婚了 随之 女儿也被前妻带走了 从那之后 他再想见女儿一面 简直比登天还难 你又再婚了没有 没有 一直没有再婚 你的前妻再婚了没有 他再婚了 他再婚了 这么多年你想你了 孩子不想 想 想 想有没有去行动 看看他在哪一所学校上学 给他买一点好吃的给他送 有没有这样做过 牛肉做 牛肉你怎么做 等你做了 他就看 就不够出来 牛先生向条卷讲述到 离婚之后 他无时无刻 不再牵挂着自己唯一的女儿 但由于前妻的阻碍 再加上孩子一天天地长大 他与女儿之间的距离 就越来越远 以至于最后形同陌路 提及自己的孙女 牛先生的母亲李老太太 在一边说话了 你见过没有 没有 孙女也没见过 他们搬到哪儿 我都不知道 你心里想他不想 那再不想他 他刚离婚了一两年 我上他家去 他还和我儿子的小孩们 给一块儿抛着外 我给他们钱 叫他们花 那时候他七八岁 当我孙女考上初中的时候 我儿子上阿娘跟我说了 他说妈 学期考上初中了 十四中 那时候十四中是中边校校 我也挺可高兴 这开修了 钱扔了 都到十月份了 我也想 在小孩儿家 冬天上修啊 不扔 不扔嘛 这我都给他买了一件 我上十四中 六个班 七个班 我业主任命砍了 都没有 牛学期这个 这个名字 我回家过呢 我前娃 都没有那学期的名字 他说 他上校校的时候 他妈都给他 改名改姓了 随母性了 我那时候也会 光看到 长三厘四千 都这个姓长的 姓长的 姓王的 没有看 爹的女儿 虽然已经有二十多年 没见过自己的孙女了 但李老太太的心里 却一直记挂着这个孙女 并时刻关注着孙女的动态 那么 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 牛先生又为什么 突然想见自己的女儿呢 在他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主演一个礼拜多点了 他现在是哪儿不好 来不说是肺癌晚期 现在是恶性冲枪 现在考虑是个肺癌 肺癌那个冲枪专业了 那目前来看 这个神经条件不允许 并且经经条件还不允许 现在给孤 包手质量 都是熊门 然后放放熊 所以有眼睹了 小眼睹 荣有无数 随时会出现这种窒息 心脏走停 还有这个小道出血的风险 原来目前牛先生 已经是肺癌晚期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 能再看一眼 自己二十多年未见的女儿 但至于能不能见到 牛先生并不敢抱有 太大的希望 牛先生对女儿心怀愧疚 他只想看到女儿 是快乐幸福的就好 这是一位父亲 发自心底最单纯的 最真切的期盼 那么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联系 牛先生和家人 有没有关于女儿的线索呢 现在他妈跟他住了 我今天上午才一直问问他 谁说给他南台山廟 南边那个小区叫啥名 也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印度正山楼楼 第一这个门链放 是这个浑沙水银 浑沙水银 那个岸龙都是他们家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寻找你的女儿 行吧 好 看看那 看看那 行 这是牛先生最后的心愿 也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看着病床上 依靠西洋维持生命的牛先生 调解团队每个人的心理 都非常的沉重 那么二十多年未见 牛先生唯一的女儿雪奇 现在究竟在哪呢 他又是否愿意见父亲最后一面呢 看着虚弱的牛先生 我们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帮助他寻找女儿 由于目前我们只有牛先生前妻的一点线索 于是我们打算尝试着先找找牛先生的前妻许娜 看能不能通过他来找找女儿 制定好方案之后 我们立刻起身出发 按照李老太太提供的线索 前往该地去寻找 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位于中山路和内环路的交叉路口 这里的确有一家婚纱摄像店 那么牛先生的前妻许华 究竟是不是住在这里呢 有人吗 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婚纱摄像店 二楼的住户家门口 挨客敲门 可都没有人应答 于是调解团队又赶紧来到了 另外一栋的二楼询问情况 有人吗 有人吗 此时是中午的十二点 调解员挨家挨户的敲门 但都无人应答 在小区里大家逢人就打听 就也没有人认识许华这个人 那么许华究竟在不在这里居住呢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调解团队突然找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地方有一个贴出来的 这个民警信息 是新华派出所自西社区警务室 马警官你好 我是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百姓调解栏目的调解员 我姓何 我想问一下 你好 你所管辖的这个辖区 有没有一个女士叫徐华 那这样何老师 我正好是工修了 他们那个社区 咱那街道主任 对这个情绪也非常了解 要不先去社区去问一下 可以可以 你好 招人也招徐华 招徐华 他现在你就是去他家 招到他不在这住 他就在现在的丈夫 给这儿来 我们是这样你把电话给我们以后 我们会商量一个非常妥当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给他约出来 好吗 可以这个可以 然后需要我去招到的时候也可以 可以 你问啥呢 他见得多 我还把人家面子划不住 好 考虑到徐华已经在婚 为了不打扰他现在的家庭和生活 调解团队决定商讨一下解决方案 我想了咱就是用什么方法给他打电话 给他打电话就是让他出来 出来咱约一个咖啡厅或者是茶社里面 咱慢慢地给他讲 对 让他能够接受 让他能接受 因为现在离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法律关系上 都是独立的个体了 那么因为孩子在这儿 再一个 他确实是在病重期间 真的是生命危在丹西 在三商讨之后 我们决定给徐华打个电话 可是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 于是 我们再次联系了开封市自习社区的下主人 看看他能否帮助我们 把徐华女士约出来 他把营养孩子 现在人家孩子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还把营养他 他起来也可过可大的故事 相见御祖 多年的恩怨再次浮出水面 出关的情况出来没有出关的铁 一几几字 在他影响那时候才几个消 他就没有影响 不过做人会了害人 尝试连线 我们能否帮老人完成心愿 对与错 是与非 在面对生命的紧要关头 能否放下界地 选择原谅 百姓调解 最后的心愿 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节目中我们讲到 58岁的牛泉发先生 已经是肺癌晚期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见一见 二十多年都没见过的女儿 我们通过开封市自习社区的下主任 联系到了牛先生的前妻 许华女士 可许女士却表示 她担心会影响女儿 所以不愿见面 随后 在下主任的再三沟通下 许女士终于同意 见一见我们 于是 在约定的地点 我们见到了许女士 家里婚姥 她从来没有见过阿牛 许女士一见到调解员 就感到很惊讶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前妇从来没有找过女儿 她为了保护女儿 也没在女儿面前提起过 她的亲生父亲 现在她的前夫 突然冒出来找女儿 她不明白 这究竟有何用意 打椅子 她啥意思 我已经说 你不要走 现在想见 就是孩子的 爸爸 你现在得到了未来的晚期 已经转移了全身 呼吸的困难 今天说话说不上 她想见女儿 这二十多年 她一直想孩子 她自己也觉得 做了个道路 但是呢 她想在生命的 最后的这个时间 想见她 不是 她老婆 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说一下 我说情况 你说 她俩结婚的时候 帮忙父母 没有任何人一帮忙 她俩是处于最初起家 她买了一套放 她要是不有个牛吗 有个牛 她前妻说 省个牛了 没口味的 那意思 我得咱俩 又得给你家一道味 叫个生人 叫虚化生人 那她说了这话 也不知道自己多牛了那时候 是吧 我早过来 她一点熟了 她犯了一个错 她说 要不在家 你看到她 她说离婚 离婚当时离婚的时候 当时买房子 我傻子没有咬 都带着我盖子走了 我傻子没有咬 出谱了 我离企图当时的手段 又认就有欠 这离婚啊 离婚一走的招了 这招来有个月 全年外外 全年外外 你站二半年 我当时在这门口上月的 她做完盖里头都捧手了 她都没有说 我再给你买个血包 她也没有看过这 牙里一把红到现在 一天没有见过 调底死啊 我计说 没有划过离婚片 说起往事 许女士依然很气愤 离婚之后 许女士独自带着女儿 艰难地生活了三年 这段经历 让她终身难忘 虽说后来她又再婚了 但这段痛苦的记忆 却给她留下了 无法抹灭的伤痛 她不想让女儿 知道这些事情 更不想让女儿遭遇 跟她一样的伤痛 她留下来有两份 有两份的事 也不不得自己的 那边一遮到那边 在他们这个事 说在一起婚 你说我心里在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想让女儿遭遇 不是 我就躲她前面 她眼睛不准了 你这样 你哥们都不想到爱 她哥们都不会想到爱 我她怎么能管管哪 她我打坐她这 你一拿那 我是不想想法 她你 我从来没有手过的铁 一举骨子 在她影响那时候 她只可笑 她都没有影响 我做了就要害你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 但提起当年的过往 那份痛 对许女士来说 仍然存在 她特别害怕自己 好不容易 为她和女儿 修补起来的那层 与往事隔绝的保护罩 被戳破 但是二十多年之后 这保护罩外面的牛犬发 她的心愿 到底该如何实现呢 吴老师 对于他们现在的 这个现状 您有什么话要说 她的这个心愿呢 其实建立在这个母女 二人的这种 承受能力之上 就是对于他们 母女二人来说 是很有挑战的 牛先生的前妻 提起往事的话 现在还忍不住 情绪非常的激动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想象 他过去到底经受了些什么 现在的话呢 那牛先生这个愿望呢 需要他去 就是说扯掉自己的保护罩 直视自己 以往的这个伤害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可能自己在 直视自己的伤害 忍受过去带来的 这种痛苦的同时 他还要去照顾 牛先生的感受 然后去给予 他一些支持和鼓励 这对于这母女二人来讲 真的太难了 是啊 其实徐女士啊 她本身的这种抗拒啊 我们都是能够理解的 她也是想要保护好 自己的女儿 保护好 现在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纵使往事不想再提 但已经成年的女儿血旗 应该有她自己选择的权利 可是徐女士会愿意给女儿 这样的一次机会吗 牛权发最后的心愿 又会不会实现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徐女士越说越激动 这是调节人有话想对她说 因为她已经就是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没有病得那么样的 病得那么重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前面说了一句话 我说了孩子 她不是她不需要钱 她没有金钱 你看你七岁的孩子 但是我说你在七岁 她需要父爱 孩子没有 你现在你说不好听她 你定了 你叫孩子来 那孩子来不来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 都是为之处 那么她就说了 她有这个愿望 我们又去问了 她组织大夫 说她随时都会有顺利迷信 她就这么带牙 在外面大门 通过电话也可以 毕竟她是顺利医师 我把握这情况 我一定给你说吧 这家伙也得 给你知道关系 如果要紧张 要关注你的节目 我也看 你得做着这个节目 真的做着 徐女士的心理 充满了种种顾虑 对此 我们的随行心理咨询师 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调解团队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劝说下 徐女士终于松了口 她同意 让我们和她的女儿通话 姑娘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上午了 就是去医院了 看望了你爸 他的情况 看着不是太乐观 大夫说了 是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姑娘真的 刚才听你妈妈讲 就是确实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见过父亲 也没有在父亲的关爱下长大 对 阿姨真的也非常地同情你 我都没有跟孩子说过点事 是 是 所以妈妈为了保护你 但是你现在也做母亲了 相信你肯定心里也 自己问过自己多次 你的爸爸到底在哪里 长什么样 肯定也问过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恩怨是非 咱先往一边放一放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是非常的重要 你看看我的建议 因为也是你爸爸的愿望 他如果他想我的话 他肯定就是早会会找我 他不会真的会找我 对 然后我的印象里 我对他是没有印象的 我的印象就是 我妈搭我带大的 然后所以我对这个父亲 概念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所以你刚刚说 就是说你说 我什么想想爸爸 什么样子 我没有这种概念 因为我现在我也想了 我是肯定不想说 这个世界 弄坏我本来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是 就是我觉得我妈也很不容易 在得知自己的亲生父亲 得了重病之后 许女士的女儿雪奇称 自己对父亲完全没有概念 更谈不上感情 但现实毕竟是父女异常 调解人也有些话 想对雪奇说 其实我觉得 你现在已经成人了 你妈妈的养育之人 生育之人不能忘了 但是同样父亲的生育之人 我们也不能忘了 我知道 我真要能批准你的意思 但是我希望就是 也能理解理解我 然后因为我确实 第一是 就是我妈 就是把我带来 也非常不容易 我是肯定 就这件事情的话 我肯定是要 遵循我妈的一点 然后而且我对这个办法 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然后你要说这个 是 有生育之人是没有错 但是养育之人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是没有 没有这个心理的 按你的肯定 还反映到她现在的家庭 对 我也不想说让 就是因为这件事来 就是对我的 现在我公司的这个小娘 然后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就是 错也好 对也好 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 她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的话 就是如果你要再不见了 等到你再过十年 二十年 你真的会后悔的姑娘 我这样 我还是就是 也没心地想哪 因为我成长的 就是这个环境 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然后我还是想 就是考虑到我哪能感受 也尊重我自己的感受 你可能体会不到 我这种感受 但是我也希望 就是能 你就连我 突然间来着一下 我觉得 就一大打断自己的生活了 我觉得我也要考虑 考虑马上感受 我希望就是 这边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坐在那边 我跟那边是 一点人心都没有的 听着电话那头 哽咽的声音 我们也很心酸 一方面 我们非常理解 雪棋这么多年的 成长环境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 在多年之后 雪棋再次回想起 这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不为自己的 选择后悔 说完之后 我还牛 她也不用考虑 我干什么 她就给你剪刀 对呀 确实妈妈也是 委屈了一个人 带着孩子 过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容易 有他的艰辛 咱都明白 但是你现在长大了 我觉得 你妈妈刚才说 不要考虑他的感受 我的建议 从你的那个 两个孩子的 影响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去 见见你的爸爸 你再考虑一下 好吗 她要剪她 我确实 我也不想 确实不想 也不想 他就是 这件事 打乱生活 然后 你别我打乱生活 我打乱生活 你懂这 你要想剪她 你就去剪她 不想剪她 不剪 我不想剪 我没有啥 你不要考虑我的感受 这可以吧 你不要考虑我感受 我不想剪 我剪她 我还不想 我不想剪 剪她 那你能不能 给你爸爸 说一句话 我想说啥 你想说啥 你想跟她说什么 这二十多年 你最想跟她说了 说什么 或许真的是太久 没有见面了 那份最真挚的感情 已经被冰封太久了 一句都过去了 我们感受得到 其实雪奇的内心 是充满着波澜的 只是她也不知道 该如何安放 这最初的真情 为了给雪奇 一个缓冲的时间 也为了让她 能够慎重地考虑 不留遗憾 我们决定 把记者的电话 留给她 我给你留个电话 姑娘来 你留我多了 留我多了 我留个卡 我留我妈 行 你要是想通了 你给这个电话 打电话 这是我们记者的电话 好吧 我们会把你的语言 转达给她 行不行 你再考虑考虑 姑娘 好 好 不用谢 好了 如果说孩子以后 还会有别的想法 还可以随时改变想法 因为孩子现在 给的是今天的这个回答 对吧 也许到明天 到后天 孩子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出现变化的时候 作为妈妈 就是你能尽量地 来尊重孩子本身的意愿 我不管 为了帮助许女士 放下多年的恩怨 也为了还给女儿 一个自由抉择的机会 调解团队 耐心地为许女士 梳解压抑在她内心 多年的仇恨 当听到许女士说 她不会再干涉 女儿的选择时 我们才算稍稍放宽了心 也希望她能说到做到 那么 面对雪奇的选择 我们接下来 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二十多年 父女两个没有 很好的见过面沟通过 这就足以说明 父母的意义之后 在处理和孩子的 这个连接 给孩子的关案上 是没有处理好的 所以这个孩子 过去的经历 本身来说 确实是很让人心疼的 她今天做这样的 一个回复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至于她 担心的那两个原因 一是顾忌母亲的感受 其实母亲的感受 是有历史原因的 作为一个女儿来讲 如果说你目前的感受 是感受不到父爱的话 其实这可能就是一个契机 在父亲已经病得很重的时候 你去进行探视 也许能够把妇女之情 进行一个适当程度的 一个修复 那么即便是 没有办法做到修复 那也是对父母两个 过去恩怨的一个告别 这对于 无论对于父亲 还是对于女儿来说的 很重要的 另外来说呢 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是要经历很多阶段的 在不同的阶段 她可能对父母亲情 对这个关系的缺损 或者是弥补 会有不同的感受 也许再过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她想起来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而没有见面的话 也许真的不是很遗憾 是 我的电话也留给了 她这个女孩妈妈 也希望就是她妈妈的 不再干扰女儿的选择 让女儿就是自己 能够慎重冷静下来之后 再做一份思考 然后我希望我的电话 会再次响起 她会有一些话 想告诉父亲 或者是 她会再走进那个病房 再去看爸爸一眼 我们依然心怀期待 期待雪奇的想法 会有所改变 但目前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女儿的想法 如实地告诉给牛先生 于是 调解团队又再次来到了医院 他是成人 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 你也别难过 好吧 这个事 有一个 说事了 这么多人也不想 你懵着歌一说 叫她懵着说 你再 她才经过大脑 考虑过 你理解孩子不理解 我很理解的 你讲事 我感觉也不会 有这个 她只能说 看看 以后我再说 对 我觉得你看 你能这样想得开 我也很放心 一开始 我们还担心 牛先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看到牛先生的反应 说明他此时 还是站在女儿的角度 为女儿考虑的 但这时 牛先生的表姐 听到我们的反馈之后 还是想为表弟 这么多年的缺席 做一番解释 你想想呢 当爹来他又 他除了摸欠 他还欠他不去招他牛啊 掉下他摸欠 他去招他牛 他牛牙膏 如以后 他又不为见的了 这亲戚令员 这说实在话呢 也都有点跟他 看不起不立大样了 前几年 你都不过来杀什么 可可怜的 他失费 比是那个 矿泉水片过来吃 跟他打结 让你把那些拆钱的放 水没有水 点没点 那个能力过来 你再摸欠 他是那亲戚的 你应该大厅住去招他 你知道吗 你要想那牛 踢不到一眼 把他不关咋了 他来招我 折腾哪 你吊着一只都 没有去招过 现在就是大厅到了 就跟你说那样 真是心态要放好 他来砍你 他都来砍 不来砍 他肯定有 不来砍的原因 你知道吗 没有欠 你得有个心 你经常跟他牛 就那一个前牛 史上最前的 一个省你的马 一个你省了牛 他两个是你最前的人 牛先生的表姐 也说出了一番 很公正公平的话 的确 一切事情皆有因果 面对这样的结果 牛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我看您刚才也说 理解孩子 可能某一下 不大容易接受这个现状 所以说今天 孩子给我们的这个答复呢 其实也不能说 是一个最终的答复 只能说截止到现在 他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他会有一些顾虑 或者有一些其他想法 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但是接下来呢 就是很有可能 他也会改变他的想法 就是您还得好好治疗 对吧 配合医生 好好养身体 那其实把自己照顾好 也是给孩子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我想其实孩子内心来说 还是希望父亲的身体能好的 接下来如果需要 有什么困难 需要我们来帮助的 还继续和我们联系 好吧 此时能够照顾陪伴牛先生的人 只有他八十多岁的母亲 在此 调教员也有一些话 想对他说 我觉得真的摩埃伟大 伟大在哪了 你看你今年 听说我八十岁了 你也八十了 八十二了 孩子生病了 不立不弃了 永远生母亲 我跟我儿子说了 不管你 女儿来看你 不来看你 有我来 对 我承担你的一切 对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是的 那么我相信孩子 会有想明白那一天 好不好 母爱是伟大的 在此 我们也真心地希望 牛先生的病情 能有所好转 女儿雪奇 在慎重思考之后 能再来看父亲一眼 只为不留遗憾 对于女儿雪奇 现阶段的选择 牛犬发似乎 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二一时间 雪奇不愿意接纳父亲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毕竟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父亲的角色 是完全缺失的 他的痛苦 我们也很难感同身受 好在牛犬发 并没有为此心灰意冷 好在他还有母亲的陪伴 吴老师 看完整个故事 您此时此刻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觉得很矛盾 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 就是他们能够放下过往 然后一家团圆 对 但另一方面呢 真的会觉得 他们都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对于这个 这对母女而言 那么其实对于这母女而言来讲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过往的这一块伤害 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说我们都很 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痛苦 这个太让人难过了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如果这份伤害一直都在 而且你无视他 不去处理的话 他就会一直都在那里 时不时的 他会去刺痛你 那么现在的话呢 他父亲提出了这个愿望 让他直视这个伤害 同时也是一个疗愈的契机 那么雪奇可能需要考虑的 就是说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去疗愈了自己之后呢 其实不仅不会扰动他现在的生活 可能会对他现在的家庭 对他的孩子 那么对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质量 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那么作为父亲呢 他可能更重要的是 希望跟女儿有这样一种链接 那么其实呢 如果说你要达成与女儿链接 这样一个目的的话 不仅仅只有见面这一种方式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那雪奇的父亲 他写了一张小纸条说 表达对女儿的那种思念 那么同时我觉得 他还可以做到更多 你可以去写出来对他的歉意 写出来对女儿的爱 写出来对女儿的期望 等等很多 那么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种方式 去可以和这个女儿呢 有进一步的这种链接 虽然说父亲 现在身体是非常虚弱的 但是的话呢 你是作为孩子的父亲 是独一无二 无可替代的 那其实还是可以为这个 缺乏父爱的孩子 做很多事情的 嗯 是 对于雪奇的决定 我们一定是要尊重的 但还是想对雪奇说一声 放下痛苦才能够放过自己 一定 一定别让自己后悔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好 接着往下看 33岁的小伯呀 不仅每天都睡到日上三干 而且还经常酩酊大醉 这刚过儿立之年的他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颓废呢 妻子离他而去 父母埋怨指责 他为何总不被认可和支持 关门也是啥都没成功 啥都想不顾 然后想要 想赶快也成功 一次网上投资 一场思维对抗 母子俩矛盾的焦点 究竟是什么 分析矛盾根源 调解团队最终 能否帮助他们 走出家庭困局 百姓调解正在为您讲述 谁剪断了我的翅膀 我每天是吓得不挺苦 我都吓得感觉家 他说能咱哪 我不能做 我不敢跟家 你看我的日子都过不成 害怕 恐惧 这就是王女士 对他自己 目前状态的概括 那他究竟在畏惧什么呢 他不敢回家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早上他一个 就我的心里就不 他耳朵那个 我都要不一样 那种 这样子都不一样 他走开了就给家闹 开始着眼睛 也不知是咋心不水 也不知多少是咋 王女士说 儿子今年33岁了 从小到大 一直乖巧懂事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儿子整日鸣鼎大醉 甚至喝完酒之后 发酒疯 这让家里 时刻充满着恐惧的味道 那王女士的儿子小博 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王女士的带领下 我们见到了小博 面对母亲的到来 小博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在调解员的一番安抚下 小博也从卧室起身来到了客厅 他为什么对母亲这么大的意见呢 他是否真的如母亲所说的那样 喝酒成瘾呢 平时也喜欢喝点酒 天天都喝吗 还是偶尔的 不走天天 谁要过去没照应了 他对你的担心也就是 喝酒喝的比较多一点 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在出去调解的时候 也会经常遇到 一般喝酒的话 我觉得都是现实生活中 有什么不舒服 不开心 不顺气的事 他才会去喝 心理咨询师的话 让小博的情绪缓和了不少 小博说 最近这段时间 他确实喝酒比较厉害 并且酒后 也的确做出过一些偏激的行为 听到这 调解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小博说 每次回家 他也尽量压制自己的脾气 可是母亲总在他耳边 喋喋不休地抱怨 这让他很是反感 久而久之 他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暴躁 那王女士究竟说了什么 会让小博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王女士说 他确实在儿子跟前没少唠叨 因为在六个月前 儿子儿媳因为儿子工作的问题 生气吵架 随后儿媳便回了娘家 再也没回来过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儿子开始了戒酒消愁的生活 自暴自弃 他也是着急 想让儿子尽快振作起来 所以才说儿子的 可儿子却不乐意了 啥都先不管 然后想赶快撑你 然后刚才叫过 看来小博妻子的离开 确实是因为小博不够上进 那么既然知道这样 小博为什么不去改变呢 小博告诉调局员 因为父母和妻子 从未考虑过他的感受 只想着能够让他多挣点钱 每次都强逼着自己去上班 听到小博这样说 调局员回想起 王女士之前所说的一句话 你要叫他真的出去干活吧 不知道干啥 也不知道弄啥 也不干 这不合适 那不合适 说个干明 跟他也沟通不留 原来有什么工作没有 以前呢 出去干的 那他的经济来源呢 那他幼稀都是赚他八点 赚他八点微信心 赚二倍赚三倍 孩子从上上到 他都没有管过孩子 说起小博 王女士满脸的无奈 他说 以前小博一直在工地上干活 也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在一年前 儿子就开始整天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正如今天这样 每天躺在床上玩手机 那小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小博说 每天消极待日 也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而妻子的离开 更是让他坚定了 想好好工作的决心 所以便开始每天 在外跑着找工作 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不跟家人沟通呢 他口中光听别人的 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三个月前 小博在和朋友通过考察之后 选择在网上做一点生意 可他的这一想法 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最后 看着朋友挣钱 他现在还要四处奔波找工作 他的内心很受折磨 他认为 要不是父母阻拦 他现在也会生活得很好 所以 在他的心里 对父母也有很大的怨气 渐渐的 也不愿再与父母 有更多的交流了 王女士说 当得知儿子想要做生意时 他们也很是支持 并决定援助儿子两万块钱 可是后来发现 儿子的合作伙伴名声不是太好 他们心里充满了担忧 所以最终就没同意儿子参与这件事 而小波却认为 既然是朋友 就应该信任 看着母子俩这样争论 小波的父亲李先生 说出了他们最大的担忧 一边认为朋友意气很重要 一边认为评估分析 也是必须的 看着双方因此僵持不下 调教员也希望 小波能够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做父母的呢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生活 都会顺顺畅畅畅的 但是在作为子女呢 也在想 对朋友非常的相信 信任 这是非常难得 但是还得要信任 现在挣钱真不容易 留着心 多一份心 做自己了解的 不是说熟悉的吧 你自己了解以后 这样跟父母来沟通的时候 父母也能听明白 可能我这个年龄 我对网络 我也是不太相信 网络上骗的太多了 所以父母这个担心 它是有一定道理 我刚才说 你站在父母的角度 来体调一下 它不无道理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 瞒脸父母 调教员的话 让小波也不再多说什么 那对于接下来的生活 他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小波说 多年来打工的经历 让他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 所以一年前 他才辞掉工作 尝试着去做生意 希望能够在这上面 找到自己的价值 听到儿子这样说 王女士突然着急起来 做啥生意 那生意之后走 这让媳妇也是 有点有点有点说 光想说他做生意不住 啥白毛弄 你这点思想不对 你要放开手 他现在30多了呀 你放开手 要大胆地相信他 说不好听话 吃一次亏 他自己长记性了 长教训 有时候教训就是财富呀 谁没有失败过呀 所以你得允许孩子失败 那你这样 你看打消他的积极性了 他怎么会主动 得给你沟通 不舍不消息的 个人知道 个人的孩子 他最不会熟啊 王女士说 儿子生性比较内敛 与人沟通的能力 也并不强 所以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 听到母亲这样说 小博起身 就要离开调节现场 刚才我跟你母亲说了 我跟你说 我就跟他说 你知道吧 但你得理解父母啊 你知道吗 刚才我跟你母亲说了 我跟你说 一句不理解 包含着小博对父母的怨气 他认为父母根本就不理解他 也不认可他 一边是王女士认为 儿子有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 才是正道 一边是小博认为 只有做生意 才能挣到钱 过上更好的生活 针对母子俩相对立的观点 接下来的调节 又该如何继续呢 是所以形成今天这个情况 我觉得一方面是跟他性格有关 他性格比较偏执 比较木讷 不善言谈 也不善交集 另外也跟他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 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母亲可能会因为种种的担心 给他种种的限制 这样一来就限制了他某些方面 他发展成长自我的那种可能 他就是社会力量越薄弱 他越没有能力 然后他越拒绝跟外界沟通 调节团队认为 王女士关心儿子 这毋庸置疑 但是他的这种方式 对儿子来说 可能是一种负担 那么王女士 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他 你作为母亲来说 你要该相信他 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你相信你放手 就是他成长的开始 你想想别的不说 你就想想你自己33岁的时候 还有叔叔33岁的时候 你们那个年龄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那个时候 你们那个年龄当初做什么事的时候 有没有人控制你们 这能干那不能干 有没有人就是说 在教你们 你要这样你要那样 当初你们那个年龄 都可以撑起一个家 养两个孩子 为什么现在儿子这个年龄 不相信他 能够做好他的事 不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合格的儿子 合格的父亲 成为你们这个家 顶天立地的传承人 如果说这个家 光靠你们的话 能靠几天 再干十年七十岁 八十岁能干 能不能 当的时候你还不放心儿子吗 反正我儿子也有点这么 从小吧 挪到树榴 怕挪死 孙开怕放肆 经过心理咨询室的一番分析和劝说 王女士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 她说 她就是对儿子太过关心了 才会让儿子感觉 她很唠叨 那么 小伯能否看清 自己身上的问题呢 咱们介入一个小道具 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伯一直在认真地摆放着棋子 那么在这个测试中 心理咨询师又能发现什么呢 站到这一家的前面 我都想那最小时 就是说明着什么 一方面就是 父母在你这儿始终不肯放手 不愿意让你去历练 不愿意让你去装荡 不愿意让你去成长 可以说他们把你攥在手里 没有让你成长起来 家里有点伤 我伤害了 你剪断了我的翅膀 却埋怨我不会飞翔 我这样 这样战斗的一 成一身的眼神 都自豪 这也是你不愿意跟他们沟通 不愿意跟他们交流的一个原因 其实这也是你心里的委屈 但是没关系 那都是过往的 咱们18岁之前 父母为咱们的人生负责 但是18岁以后 咱们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已经30多岁了 咱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 成长起来 然后站到这个家的前面 为这个家折腾党脸 代替他们 撑起这个家 当你成长到这个 这种程度的时候 到时候 我相信 不管你想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你想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自主 都会非常非常的放心 也会非常非常的支持 他怕的并不是说 你干什么干不好 他怕的是在你这看不到希望 他怕的就是 大事干不来 小事没有做 经过心理咨询室的分析和疏导 小波沉默了 那么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他有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呢 小波说 其实他也知道 父母唠叨他是在关心他 但是他就是忍受不了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通过今天的调节 他也愿意做出改变 为了让父母放心 也为了让父母消除对他的担忧 他决定从今以后不再喝酒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听到儿子这么说 王女士有些激动 我也不再说他 我也不再问他 你不管上班也好 你想走啥也好 再好和恶感 他要去一份能提我还不他 我不支持你们 从经济上支持 我支持你们 从思想上放手信任 鼓励激励 还想干出一番成绩 叫父母看看 叫老婆孩子看看 王女士说 他们老两口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以后会放手 不会再过多的干涉儿子的选择 与此同时 小伯爷表示 今后他会努力工作 好好生活 并且这两天 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之后 就去叫妻子回来 希望母亲也不要再为此事操心 再次我们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 他们一家人相互扶持 相互理解 把日子越过越好 你剪断了我的翅膀 却还想要让我飞翔 刚调解团队的心理咨询师 走进小伯的内心世界 并且说出了他埋藏在心底很久 却又不愿表达的这些话时 这个家也在悄无声息地 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 其实小伯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不断地恶化 是因为他们都不理解对方 并且都觉得自己委屈 好像所有事情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都占到了我的立场上 而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 吴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 那么其实好的这种亲密关系 和这种家庭的话 它能给予你力量 然后你的舞台就在外面 对 然后让你去拼搏 让你去打拼 去创造 为社会去贡献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坏的关系的话 那么或者说这种关系 是很消耗人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力量 反而呢 就说你的舞台 反倒是搬到了家里 对 整天上演的就是 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力量的 控制与反控制 这样一种冲突和斗争 那么你没有办法再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社会上 我们给予孩子的时候 很多是一种伪自由 说你出去啊 你去工作呀 做什么都好啊 然后当孩子做了之后 你会说这个不行呀 这个合伙人不行啊 你的能力不行啊 那我们又把它给束缚起来了 所以说的话呢 要非常的警惕这一点 我们真正的就是说 一个是要有界限 你可以告诉他 我能够给予你什么样的帮助 不能够给予你的是什么 然后在这样一种界限的 有界限的一种关系当中呢 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 给予他更多的这种精神上的 一个支持和鼓励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真正让孩子去放心 然后从家庭和关系当中 获得力量 然后去向外 去发掘自己的潜力 去创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是放手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当我想起了小博 最后起身拥抱父母的时候 那个场景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今我羽翼以风 展翅护你余生 也希望小博可以在父母的认可 和鼓励当中 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能力 用强大的自己 撑起这个家 那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河南省职工医院神经外科 举办了脑病公益议诊活动 特邀北京专家亲诊 帕金森病 三叉神经痛 面积痉 偏头痛 脑瘫等患者 均可报名 电话03715652-2111 以调查的眼光 寻找问题的根源 以专业的调解 实现心灵的沟通 让错惠的情感回归幸福 让平凡的生活增添美好 白星调解 调千加事解万加难 小调解大和谐 如果这份伤害一直都在 而且你无视它 不去处理的话 他就会一直都在那里 时不时的他会去吃痛你 那么现在的话呢 他父亲提出了这个愿望 让他直视这个伤害 同时也是一个疗愈的契机 然后在这样一种界限的 有界限的一种关系当中 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 给予他更多的 这种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真正让孩子去放心 然后从家庭和关系当中获得力量 然后去向外去发掘自己的潜力 节目最后 欢迎大家公共频道 联合河南中都皮肤病医院 推出了明医来了大型公益活动 正在火热报名当中 如果您身边有身受银血病 胎剂等各类皮肤病困扰的患者 都可以拨打电话037165605388进行报名